嘟嘟嘟 嘟嘟嘟 哒啦啦啦啦啦啦 嘟嘟嘟 嘟嘟嘟 笑言之言 回位十几年不见 永远的玉女掌门人周慧敏 1992年以流言一曲红遍台湾 她清心可人模样深知人心 少男杀手风号当之无愧 1997年 非常奇奔波的演艺生活 感到倦怠 周慧敏淡出演艺圈 隔了十三年 因为香港名导演许安华 让周慧敏终于再次登上大一幕 经过岁月的洗礼 却不在她脸上画下痕迹 玉女神话依旧传扬 好 今天我非常地顺庄 因为今天我有两位传奇性的女性 来到我的节目 一位是永远的玉女 另外一位可以说是 在华人界非常有影响力的 女性导演之一 只要她导的片子 不是男主角得奖 就是女主角得奖 就是她自己得奖 就是片子得奖 她导的电影 很多是讲我们身边的事情 最近她导的一部电影叫做 大喊吵反 免一喜啊 吵反啊 好 我们来看一听 导演还有女主角的讲法 周慧敏 许安华 看到你还是像 像梦中奇远的样子 我虽然是女生 我还是要讲 永远的玉女 谢谢 许导演 你好 这上面是你的 玉米 你看 开心 许安华导演 没有变 只是我的生活已经老了 所以谁来没变 我认识许安华导演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然后有一次 好像是金马奖还是什么 许安华导演 不知道那天她是很开心还是什么 就穿了一件短的裙子 洋装 我跟张爱佳笑到不行 真的啊 我太抱歉 我们就第一次喊说 导演穿裙子 导演穿裙子 这是不应该啊 女子好 我就没有机会看到她 你没有机会看到她 我觉得那个是我 这一生做主持人 最大的礼物 好 天啊 好 大夹 不行啊 对 你看 导演穿裙子还是很特别 因为大袍上面 还是一个球鞋 非常有形 很有形啊 很厉害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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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今天也是因为这个大喊炒 我广东话讲不好 大善炒饭怎么正确 怎么讲 大喊炒饭 大喊炒饭 对 那个母海一个吃的电影啊 对不对 母海 母海 它是讲吃的嘛 母海是讲吃的 它是讲真正的炒饭啊 是讲那个炒饭的炒饭 哪一句啊 哪一句啊 你不明白这个意思 你不明白 后来导演告诉我们 是王晶告诉我的 王晶就懂这些话 而且我觉得 你有多久没拍戏了 十三年 所以你为什么会 一个炒饭就把你叫来了 不是因为炒饭 是因为导演 因为 所以我想知道很多人找你演啊 其实一直都有收到一些剧本 但是好像不太适合 所以就是 安安静经过我平常人的生活就好了 但是当遇到导演 他有一次跟我通电话 然后他说有一个 角色有一个剧本很 很刺激 让我好像很好奇 他想让我看看那个剧本 然后我们就约在中华见面 是他请我吃饭 他请你吃饭 那天是我们第一阶认识 以前都没有碰过面 可是我见他太多了 在包上电视 对 可是你没有真的见过 许安华导演 从来没有见过 从来没有 我都有 你没有 你住香港 你真是 宅是不是 宅就是在家里 因为中间我有一段时间 都在外国生活 在国外生活 所以也没有跟演艺圈 天碰到面 对 所以就是 我都是一个小小的观众 小小他的支持者 从以前我第一部看他电影 就是胡悦的故事 胡悦的故事 到天水维的系列 我都是一直在默默去看他的照片 找的戏对不对 非常欣赏他 也对他非常好奇 所以这次我要当演员 到拍戏的现场去 跪探他的工作的情况 这样子 许安华导演应该是 香港很有影响力的 一个女性导演之一 我想之一 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 叫张爱佳嘛 是 对 但是薛安华的导演 真的他的戏都很特别 尤其这部戏 当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 我在想 为什么 灵改那么多的女演员 为什么找你 你知道吗 我后来得到了一个感想 我觉得 我觉得薛安华导演 看到你对爱的勇敢 因为这里面 两个女生 对爱都非常勇敢 这个我倒没想到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女生 最后能这样 其实真的要对爱非常勇敢 那周慧敏就是一个 对爱非常勇敢的女人 谢谢 真是给你说 我讲你勇敢 你觉得好像有点悲哀的样子 你真真 我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 但是你真的是对爱勇敢 我们来看看精彩的片段 感情玩不起 我有大人上下网 私下人出来玩一下 我有没有杂志在沙滩上 去沙滩打野战 为什么你玩得这么刺激 我好学下室闻 即是完全身 我幼稚了 我幼稚了 小龙而已 他不知道我带到这个 在看片段当中 我的嘴巴没有合起来过 这个戏 这个戏 我觉得吴俊如因为老公 他就是导演跟监制 他老公应该没什么话讲 你担心我的老公 对 你的老公 我觉得你老公 应该 不太能够适应 真的我很开心 除了跟导演一起合作 跟俊如也认识好久 但是真的没有机会跟他 真正去演出合作过 我想真的要接吻也不容易吧 不容易 所以人家都很羡慕我 可以跟俊如可以接吻 吴俊如很有意思 因为他讲话都很好笑 我看他在记者会 他说 他说我期待跟周慧敏的接吻 但是我的期望有点落差 他说我觉得周慧敏的嘴 没有那么 软还是小还是甜 周慧敏在镜头前 永远保持美丽的微笑 原来是听不懂中文 你还记得那时候 来上过很多节目吗 我记得 其实有一个原因 我常常在校园 因为我当时候 有一些国语听不明白 对不起 尤其像 你讲话很快 你没听懂 后来他呢 他说 好啦 我记得 因为我不是泥震嘛 我没有办法感受 那个很甜很美的感觉啦 所以他实在很懂 你老公看了吗 有啊 我跟他去西园里面看的 他讲什么 他都没有讲什么 我就 你说那段借文器啊 我没有特别去看他的反应 因为我都很投入去看 我忘记了看刘怡胎的反应 那整个戏拍完以后 他讲什么 他没有说什么 但是他跟我去电影院看 你知道吗 我们认识了21年 他从来没有跟我去电影院 看我的电影 这是第一次 所以已经是 第一次喔 他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行动已经 说明他非常地支持我 那是好 好 好 我在想 其实周慧敏 我们认得他 你知道刚刚我们还在讲说 哇 周慧敏这一样没有变啊 你知道我们刚刚在讲这个 周慧敏当时有多红喔 他们就说 小燕姐 你知不知道 什么挡泥板是不是 她说你知不知道 小燕姐 你知不知道 挡泥板这件事情 我说 为什么要挡泥板 你看我就是 好 台湾的摩托车 都有挡泥板 挡泥板上面都是摆 她们最爱的女生的照片 所以那时候你的照片 都在那个挡泥板上面 真的啊 对喔 骑摩托车的男生 被挡泥板是不是 都是叮叮叮叮叮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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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但是现在才知道 现在才知道 真的 她们说那个时候 女孩子 都很多男生的 挡泥板 那时候在台湾 都是周慧敏 然后那个照片 你也没有变啊 你也很厉害啊 谢谢 真的啊 我觉得 我相信电视机很多人都会想说 这个周慧敏为什么会... 你看到她 你一直看到她 對不對 你覺得他有變嗎 他好像變漂亮了 變開心了 變開心了 來 變開心了 我覺得做一個藝人 常常不開心的時候就是 不能講 不能公開 不能承認 或者是要躲避 可能心態上也改變了很多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沒有再當藝人 去了外國去生活 我覺得我重新去認識了我自己 了解我自己的需要 然後雜人等等 然後找到一個很適合 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雖然現在再回到演藝圈工作 但是心態改變了 都放下了明星的包袱這樣子 然後就隨著自己的價值觀 跟追求去生活 面對媒體 面對工作 面對生活 所以這樣子我覺得 我激動性就多了 然後人就更加去享受生活 其實以前我覺得做美女 蠻辛苦的 導演 我跟你 我們兩個一直點頭 實在是自己 我們怎麼瞭解人家美女的心情 只好說我覺得美女的辛苦 但是我是覺得他們有很多的 很多的禁忌 不是說禁忌 就是說 我希望人家都看到我最好的一面 不像我們有的時候邋遢出去 反正我就是小燕姐啦 我無所謂啦 只有露營的時候穿得像真的一樣 其他的時候都是很隨性的 我也是穿這樣子 但我沒有穿袍子 我穿牛仔褲的 我跟你一樣 我平常都是牛仔褲 然後球鞋 球鞋對不對 對... 所以我今天很不舒服穿高跟鞋 好高跟鞋 我不懂去走路 其實露營那個時候 剛到台灣來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他像個死娃娃 好像那個沒辦法碰他一樣的 好漂亮喔 然後 好漂亮 他隨時都... 你還記得那時候 來上過很多節目嗎 記得 其實有一個原因 我常常在校... 因為我當時候有些國語聽不明白 對 現在好像聽得... 聽得多一點 好像好一點點 對 因為他每次都笑一笑 尤其像胡瓜 他們講話很快 非常快 其實你沒聽懂 所以我 好 現在我們也來找到一些 妳早期上節目 我們來回味一下 真的啊 對... 好 來 看看 勇敢去看 妳也一起來歡迎 這位香港四大女天王之一的 周慧銘小姐 妳好 妳好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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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現在如果可以 可不可以請妳親吻一下 我現在用手 試試我的心跳 不輕啊 不行啊... 我差不多心裝病就要... 就要髮了 對不起 讓我冷靜一下 下次再看好不好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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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前我都忘記了 很多年前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妳想 多少人排隊來 等著就說能不能讓妳親一下 隨便讓妳親的 可是碰到自己情人的時候 就...就很為難喔 欸...不會啊 沒有什麼需要為難 對不對 碰到自己的情人 對啊 為什麼要為難啊 沒有啊 我們翻開周慧銘的戀愛史 真的是... 都沒有什麼對不對 對 沒有經驗對不對 真的嗎 1989年認識一個人 就一直到現在 對 這有什麼好說的咧 對啊 1989年耶 嗯 我還在拼子算 怎麼會這麼久呢 1989年 那時候好...妳好年... 好小耶 對... 她也很小就對了 對 嗯 所以那個時候是 半嘎嘎酒還是什麼 那個時候 我們一見面沒有一見鍾情 其實... 沒有嗎 沒有的沒有的 因為... 後來就... 當我們一起去主持 電視台一個年輕人的時事節 我們都當主持人 然後... 就發覺這個人... 我很欣賞 因為她在當時她的年紀 應該沒有那麼懂事啊 成熟啊 我覺得她跟其他的 童年的男生不一樣 然後就... 因為她爸爸太會寫書了 應該... 沒有關係吧 應該沒有關係 基因還是有點關係 DNA 不... 就一直都... 因為我們是事欲為師嘛 現在都一起成長 一起經歷過很多高低起落啊 所以經過很多經歷 考驗 所以... 如果我們不是夫妻 我們都是很好的好朋友 要說不是夫妻就是好朋友 為什麼 因為妳愛他愛那麼久 不做夫妻做朋友幹嘛 朋友可以交很多啊 對不對 徐達言對不對 對 妳都交朋友嘛 妳不結婚 是 對不對 導演 對不起喔 我找到... 我找到妳了 導演 講到妳了 女性導演也是可以結婚的 張阿嘉有結婚的 這其實張阿嘉漂亮喔 這跟漂亮沒有關係啊 妳看曾志偉 我罵她 黃金瑜懸滑互罵對方 小燕姐力挺到底 她好像有罵過她 妳們有罵過她 對 妳們相罵才相適是不是 她 先罵我 她先罵妳 我 我看了客戶就恨 說 誰要看一個胖女人的資專啊 那胖女人有什麼意見 這男女真的不公平嗎 是 所以要拍這個電影 海媽 你是這個心情嗎 有點 對 我不是不平 我是探討一下 探討一下 對 其實我覺得 其實許導演在 在兩部電影 我是非常印象深刻 一個是女人四十 蕭芳芳演 一個是男人四十 張學友演 我覺得這兩部電影 因為人生的四十 是一個很奇妙的 一個分水嶺 妳好像從青年到中年 中年要步入老年 我不太喜歡想這個字 老年 可是在這個四十的當中 妳的迷惘 想追的東西 好像快追不到了 好像也沒有時間 再去追了 可是 還有很多的事情 妳又很想去做 所以四十是一個 很嚴重的分水嶺這樣子 所以妳拍這兩部戲 也是探討 妳那時候幾歲 拍那戲 對 差不多五十了 有嗎 對 那個拍年四十的時候是四十七 所以騙了七年 騙了七年 可是自己有了那個體會才會 才會覺得對 所以那個戲 我覺得非常好 我還是要給徐安導演 這個當年唱的志祺 謝謝妳 謝謝妳 那這部戲呢 其實徐安芳芳導演 是非常特別的導演 他上一部戲講的是一個 兇殺案 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對不對 可是那個地方 妳為什麼對那個地方 可以拍兩部戲 日和夜 夜與霧 我想拍夜與霧 可是全世界都覺得 我不應該拍 因為包括那邊居民說 不要擦眼在傷口 因為剛發生這件事 剛發生這個兇殺案 對 然後政府的人也不喜歡我拍 老闆也不喜歡 觀眾也不喜歡 觀眾說幹嘛讓我們看那麼 就是讓人沮喪的事這樣子 其實沒有人喜歡 那就拍了日與夜來平均一下 就是先拍了那個 然後希望有機會再拍那個夜與霧 是這樣的 本來在日與夜的故事 不是發生在天水圍 我把它搬到天水圍 搬到天水圍 可是那部戲又得了很多獎 再打出鼓勵一下 導演 有的導演得一次獎就垃圾 你得太多獎了 沒有了 我覺得我很高興 因為對我來講是個鼓勵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拍戲 我覺得拍戲這個活 我覺得是特別有意思的 就比如像那個德仙炒飯 因為我是覺得就是 比如我拍完這個戲吧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我對我自己是特別有用 就是我不知道 我原來是這樣的人 原來我真的是很保守 比如像吳俊如講那些高潮什麼 我在剪接的時候 我有點發抖 我覺得我媽看了怎麼辦 可是我覺得他這樣說是對的 然後我還覺得 比如這種開放性的態度 對性是對的 可是我自己不敢 那是不是我自己也需要教育呢 最少知道自己是不足的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 我覺得我可能是因為太覺得這個議題是對的 所以有時候可能拍得太緊張 也其實有點不懂 薛恩華導演很有意思 在他人生的當中 其實他媽媽是日本人 所以他在1990年的時候 拍了一個 《刻圖秋恨》對不對 陸曉芬演的 那有點半自傳式的電影 所以他其實一開始不認識 不知道那是媽媽 然後你到了很大了以後才跟母親見面 沒有 我跟他一直都有見面 一直都不和 可是到了16歲才知道他是日本人 這樣子 然後慢慢就好了 是怎麼樣就好了 我覺得 但是我想 主要一個是我知道他是日本人 很多以前不明白的都明白 因為我們以前就是很愛國嘛 不是現在不愛 而是那個時候更厲害 更打完仗 然後就他老是偏向日本人 那麼我覺得他有點 所以想法不同對不對 對... 而且自己年輕 但是慢慢的以後 其實後來這麼多年 都跟媽媽住在一起了對不對 對 你很孝順 你很孝順喔 那倒不是 因為他... 我第一名就不在香港嘛 那麼這三個就兩個老女人 特別雙手的蠻好 雙手的蠻好 其實徐導演 我覺得他拍這個德賢炒飯 讓我其實有點驚嚇 就像徐導演講的 他其實是個很保守 很害羞 你覺得他好像指揮什麼 周润發 劉德華 就好像大明星在他手上 都捏來捏去 張學友 什麼... 但其實他是一個... 你覺得他好像有點像小孩 因為有點內心 有點純真 真的 我也有發現 是不是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導演當了這個行業 已經那麼多年 我還沒認識他 以前以為他會比較老練 這一種的... 語強人 但是當我跟他合作過以後 我發覺他很有... 赤子之心 對 因為他在... 他非常虛擬的 很謙虛 謙虛的 然後他... 他好像永遠都保持這個調節 跟吸收的能力 所以怪不得他這麼多年 都那麼有創作力 所以他的團隊 每一個人都非常愛他 然後讓我的這個... 因為我當作我自己好像新人 因為好久沒有拍戲 到現場我都沒有... 沒有壓力 沒有害怕的感覺 好像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讓一個很私心的人去保護著 所以非常幸福那個感覺 對 為了要說我就是... 其實跟周維銘合作有兩個發現 一個... 我不是看你的鞋 一個就是... 就不是說開始的時候覺得很神秘嗎 然後跟他... 上署呢 才發現原來我覺得 她的腦袋補她的樣子更好 其實... 特別... 特別有腦筋 對 我記得 我告訴你 美女真的... 所以怪不得可以漂亮那麼久 對 就是內在跟外在一樣的 對... 公共老公綁住跑不掉 周維銘 街西 起度大開 你不覺得嗎 人結婚了以後 會更開放 會的 你沒結婚前一定不敢接這個角色 會吧 對不對 好 因為... 結婚了以後 這麼多的情況 結婚了以後 結婚也是一個 今天在我的節目中 電影界的兩位很特殊的女士 璇華導演周惠銘 徐安華導演導演很多很奇特的電影 很會得獎的電影 很有內涵的電影 周惠銘的感情世界 就像徐安華講的 一直很有神秘感 我們來聽聽她說 而且我覺得 為什麼我要說她是勇敢的女人 我想在2008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這個周惠銘經歷在她 她感情上一個很重大的抉擇 但最重大的抉擇 是讓大家眼珠都掉下來的時候 她宣布要結婚了 我覺得妳很勇敢 其實就是對自己有信念 然後相信我自己的選擇 然後就會按照自己的一些追求去取捨 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當一人 特別在現在的娛樂圈 其實很多東西都會被放大 拒絕 或者是讓人家去批判這樣子 如果我們是很介意別人怎樣看自己 自己就非常危險 你就會按照附近的 所出的環境的價值觀去追求 然後忘掉了你自己 根本要追求的東西 然後掉下一個可能不成熟的層面 所以一定要堅持自己 認為你需要怎樣去追求的東西 尤其在香港啊 我覺得那個 我就在想小小的地方 一個藝人去怎麼去活出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看看劉德華 她也活得滿好的 我知道 厲害 這次的MV是妳幫她拍的嗎 我跟另外一位導演合作 合作的是 還可以吧 很棒啊 她三十年 對不對 她...她真的沒有變 她也是 非常厲害 她非常厲害 對 我覺得我們應該成立一個這種 當然不是妖怪公司啦 就是說 怎麼樣人 她對這個演藝事業的熱情 就像妳一樣 這麼多年下來 我只有覺得妳現在 比以前更愛這個行業 對 更享受 更享受對不對 對... 因為我是自己去操控我的生活 以前就是工作去操控我的生活 是完全超凡的 對... 現在妳自己可以決定 我要不要演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雖然她會懷孕 會有床戲 會洗澡 會氣溫 對不對 但是我決定我要去演 這就是一個挑戰 對 這戲的劇本是... 是我的朋友 她是以前寫小說 也想寫小說 也做過生意 然後念過博士 這故事很特別耶 對啊 兩個人 就是周蕙銘的名言 兩個人相愛 就是自己相愛 不需要別人去認同 來 掌聲鼓勵 2009 周蕙銘就把他自己 用這樣最好的事情告訴了別人 那個時候 我雖然在台灣 我看到了我很替妳高興 謝謝 我覺得一個女人 就是要認清自己要什麼 如果妳要 妳也要付出 對不對 然後妳要 要去勇敢的要 然後不要後悔 而且不要受別人的影響 妳看中誰 我要妳就是要妳 只是幫個男人跑掉 但我覺得男人其實有的時候 太年輕認識他 他其實會比較像小孩會不會 我認識我的先生 他年輕的時候 他也很成熟 他從來都沒有讓我的感覺 像過一個小孩子 所以他其實跟其他的男性 還是不一樣的 妳看他講到他 孩子很甜美 他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妳們要不要生小孩了 暫時都沒有這個 生小孩的公式 因為我們就是覺得 我們現在的狀況很好 不想去改變 也覺得我們不需要小孩子 已經是多年來的公式 真的喔 對 這也要勇敢啦 不然別人講講 妳要不要生 要不要生 好好生吧 對不對 對 這也是 我還記得妳前一陣子講說 明年就是妳二十五週年進入 對啊 對 很快啊 所以妳要有什麼樣的活動嗎 明年我先先會決定在香港的 紅磚體育館 開演唱會 開演唱會 因為真的很想跟一直以來 支持我的歌迷他們去做一件 他們開心的事情 讓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回憶 他們看到妳都是這樣 會不會聽不懂我的國語才這樣子 不會... 我覺得歌迷很有意思 就是說 當妳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她的心就跟妳在一起了 我覺得他們哭得最傷心的是 妳不幹了之後 妳走了 出國了 她覺得心裡 我覺得粉絲都會覺得說 妳就不管我們了 妳就走了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他們最傷心的時候 但是我告訴妳 反而我離開了香港以後 跟他們更密切 因為大概在96、97年 就開始有互聯網 所以他們就會為我 做一些關於我的網站 然後我就主動去 找人去聯絡他們 然後我們就常常開始在網上 有一些交流 好像一起成長 一些很好的精神伴侶的感覺一樣 所以我想他們就是我身邊的 守護心 謝謝你們喔 有的男生 我想喜歡妳的時候 她很小 現在都到了 25年了耶 對不對 太不容易... 太不容易 你看剛剛我聽了這個留言 我想那個時候 妳是跟玲瓏弦唱對不對 對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妳看華仔都30年了 對 所以在香港這個... 我在想許導演可能也有很多的感觸 比如說 當妳在拍周潤發的時候 妳前一陣子拍她的那個 姨媽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 謝謝妳 那她... 她已經是好萊塢的大明星 她有不一樣嗎 我真是很高興 譬如我跟周潤發再見20年 我發現她進步了好多 進步了好多 就是她其實對於劇本的理解啊 就整個想法就像一個監製 跟導演 就是全盤的 然後華仔也是啊 我就覺得... 可是很高興 高興對不對 那妳碰到這麼多大牌 比如說修芳芳啊誰 妳是好人啊 妳不會講人家 哪個最難搞 她很坦白的 她非常坦白的 她在自轉 就是她... 一個不小心就講這樣 我還記得 這部戲的頭陣是王晶對不對 王晶王導演 是 王晶王導演呢 是跟朱顏萍導演一樣 都是拍得很喜鬧的電影 帶給人家開心的 我想她 其實那個時候 她好像有罵過妳 妳也罵過她 對 你們相罵她相識是不是 她先罵我 她先罵妳 我說說... 一個不說... 說吧 她說... 她跟人家說 看了客戶出恨 說 誰要看一個胖女人的自轉啊 就是... 我才很生氣 那胖女人有什麼意見 你也是一個胖男人啊 所以後來我找到機會 我就說她拍戲拍得太爛 她拍都是... 太爛... 爛拍 就不是爛 是... 亂拍 亂拍得太多 拍得太多 然後... 本來準備開戰 然後突然她就... 不是道歉 而是說很佩服我 就沒事了 然後我就很不好意思 妳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我覺得就... 第二次不應該罵人 公然地罵人 這是第一次 然後後來... 後來她找人找我拍戲 我不好意思就... 一個是不好意思 另外一個是她變成我的老闆 她萬一報復我怎麼辦 其實不會 我覺得... 我也不敢接 沒有 我覺得王晴導演 其實她自己拍了很多 很好笑的電影啊 很好玩的電影 但是我在想 其實做一個導演 她其實很希望能夠嘗試 拍一些不同口味的電影 但是不一定每一個人都適合拍那樣電影 也許她的個性不適合 她覺得說妳很適合 所以她就支持妳 現在我... 一個是我對她簡直是感激 因為她支持的這幾部戲 其實是找不到老闆的 當然是找到... 她才找周維銘跟吳俊仁 如果先找他們 有可能找到老闆 可是如果拿一個這樣的案子 因為很多地方就不能發行的 不能發行 對 很危險的案子 我都不敢提出來 然後她就義無反顧的 就說拍了 拍的時候也沒有說要這樣要那樣 這樣子 我很感激的 好 我... 不斷 不過王晴導演 我想一個人在電影界很久 都會希望 就像...就像曾志偉一樣 曾寶儀啊 他們也是開始找很多年輕人 或者是找很多的新的導演 去拍一些新的戲 包括華仔都是一樣 我覺得大家都有這個理想說 想去嘗試為電影 就是華語片 現在已經不是港片 或者台灣電影 或者中國電影 華語片 能夠拍出更多的這個 好看的電影 我覺得現在來講 體材其實是可以更多更好 所以周慧銘這一次我想 哇 好大的進步 你不覺得嗎 人結婚了以後 會更開放 會嗎 會 你沒結婚前一定不敢接這個角色 可能會吧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 現在也是一個說法 說笑而已... 說笑而已... 不過我在想 一個人可以在... 兩個人相處 我一直在想說 兩個人相處二十幾年 那個感情其實不是外面的人 可以了解的 對不對 認同 對不對 常常很多人在講說 你們為什麼在一起啊 你們為什麼在一起 所以其實 就像我們看 徐克 詩南生 他們這一對很特別喔 詩南生那個...你樣子 對不對 那個...徐克這樣子 詩南生 可是他們也是一個絕配 對 所以我覺得感情的世界裡頭是 是非常非常難說的 如果一輩子能找到 志同道合的 現在你跟他 兩個也可以一起創業 一起做一些 其實他的生意我都沒有參與了 你沒有參與 你比他...你很聰明喔 不是 我不聰明 對 因為其實生意的東西 我也不太了解 也沒有繁領區管 所以我想我們就是喜屋 愛屋可能不一樣 但是我們的價值觀就是相同 相同 所以我們就這麼多年 也可以在一起生活得很舒服 就是這個原因 更重要的是你公公太愛你了 公公真的很可愛 我們有這樣的父母 我要介紹他公公就是倪匡 會寫那個科幻小說的 其實我覺得周慧銘結了婚以後 然後我看到你出現很多的地方 越來越漂亮 而且能夠拍這個戲跟虛幻化導演 希望明年可以得獎囉 沒有想這些了 沒有想這些 只要拍就開心 對不對 對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很開心 下次吳君如 吳君如有小孩 他真的是什麼戲都敢拍 對啊 是不是 對 我很佩服他 不過有一個是因為 君如跟魏銘的兩位的 那個形象都太好了 就是如果他做什麼 人家都會相信是正面的 正面的 對 不過這個電影其實 我一直覺得有一些事情 尤其在現在來講 有一些父母 或者有小孩的人 或者有一些在談戀愛的人 應該用比較正確的觀念 我覺得相處好 才是這一個人生 在世沒有多少時間 相處快樂非常重要 自己給自己孤單 今天很開心 其實他們也是剛剛下飛機來這裡 其實徐安華導演說 我最怕接受訪問了 我說過嗎 我都看過 他說 要我自己講自己電影好害怕 其實我可以想得到的 今天很開心 今天很開心 我們希望 許導演一直有很好的作品 其實 你要拍女人六十的話 我非常適合 沒有吧 您真是太小看我了 我跟妳是一樣的 不會啦 妳一定比我年輕 我記得妳很小 我覺得 我很小那時是當童星 妳也是童星啊 我們倆是差不多的 所以妳準備要拍 女人六十的時候 我當 在這等妳啊 姐姐 姐 今天坐在我面前 是兩位太多麼奇特的女性 一位是徐安華導演 這個導演 永遠看起來有點害羞 有點傳統 但是她又會拍出很多特殊的故事 在她的一生當中 沒有結婚也沒聽說她談戀愛 但是她的戀愛故事拍的非常的美 周衛銘 一個看起來像漫畫小說中的 永遠的玉尼 今天坐在我面前 美丽依旧 可是更聪明 更勇敢 他们俩一起合作的 德贤炒饭 这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 吴君如 许安华 周慧敏 这三位女性 会德贤做出些什么事情来呢 我想你一定要看电影 才能知道 今天非常谢谢他们两位 周慧敏明年就是二十五年 希望他在二十五年 能到台湾来 继续唱歌给我听 谢谢许导演 小缘之夜明天见